在坐标平面上画出下列方程式的图形 第一小题x等于3 那么它要画在一个坐标平面上 那我先把它给转换成二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写为x加零y等于3 那么在这个方程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不论y的值是多少乘上它的系数0 都不影响整个方程式的x等于3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我的y不论填入0或1 x的值永远都是3 接着我们将它的坐标做一个转换 这里有一组解为30 所以代表的坐标就是30 第二组解为31 所以它的坐标就为31 那么接着我就可以将 我们的坐标标到直角坐标平面上 所以第一个30 它的点在这里 第二个31 它的点在这边 接下来将两点用一条直线连起来 那么这条线线就是x等于3的图形 接着第二小题 题目为-2y等于6 我们先进行转换 把它给写成二元一次方程式 写为0x-2y等于6 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知道 不论x的值是多少 乘上前面的系数0都会使得它消失 所以方程式还是-2y等于6 代表的就是y永远都会是-3 所以呢 这边我们给的点 我们可以给x为0和1 但是y的值呢 永远都是-3 那么接着进行转换写成坐标的形式 就为0-3 以及1-3 再来我们就在直角坐标上 找到0-3及1-3 0-3 在直角坐标平面上 我们可以知道它为这个点 接着1-3 它的点坐标在这边 然后将两点用一条直线连起来 那么这条水平线 就是-2y等于6的图形